昨天聽你的說話 我真的熱烈要邀請你 因為對我們很多華僑是很大的幫助 知道多點 有了道啊 有了道啊 在那邊又落地山根 為何又突然想起回大灣區呢 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在想一件事大陸可以變成這樣好嗎 好了 現在你實現了你的夢想 有沒有後悔 決定錯誤 有沒有後悔 字幕提供 什麼? 錢被人凍結了? 趕著買樓的, 怎麼辦?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的時候 資金被凍結, 令到血本無歸? V家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家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資格, 有有貨物資格 Hello 大家好 我旁邊坐了兩位 昨天我們好好談 兩位華僑、李先生、李太 我很開心多謝你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昨天聽完你說話 我真的熱烈要邀請你 因為我昨天覺得 對我們很多華僑是很大的幫助 知多一點 因為李先生、李太 其實你是加拿大華僑 但最特別的地方 你已經進來大灣區 住了兩年 最有資格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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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好好好 是否真的好 因為今年年中開始 我們公司都多了很多 超多的華僑客去諮詢大灣區的樓 生活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多華僑 都真的對大灣區回來這邊 好像你那樣住 其實是很有興趣的 但有些人心大心 有些華僑很大件事 不同香港 香港我們主要住 華僑要坐飛機 很多人安排 很多時候心大心情 我相信你的分享 應該給大家多了很多資訊 好嗎 李先生你先問一下背景 你幾多年移民去加拿大 我1990年 可能咪咪要駕近一點 1990年 差不多34、5年前 哇 老華僑 算是 加拿大是哪裡 加拿大是多倫多 多倫多 我老婆的哥哥都是多倫多 多倫多北邊 北邊的 OK 但你很特別 你之前已經在北京做生意 我不是做生意 八年來 在一間一枝棋 一間公司做事 OK 長住北京 OK 你先去北京做事 還是移民 我先做事 做事 做完之後 九年底就沒有做 我聽說你那時候的年期 你在北京做事 那時候也是很早 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 看到外匯卷 外匯卷就肯定了 肯定 最重要的是我所 和對方工作的那些 同事 很多大學生 剛剛開放之後 第一批可以讀大學 畢業出來的人 有很多接觸 差不多 接近30歲 同事朋友 有很多 OK 同感 比較接觸 因為我那個時候 很少年紀 OK 所以 其實你很早已經了解內地 其實內地和現在的分別很大 這幾十年 完全不同 例如 有否印象深刻一點 分享一下 這條片長一點 很有價值 我所認識的國外 我去過很多地方 建築物也好 我們逛街 你就會覺得很多泥土的顏色 泥土的顏色 是 有那個感覺 就是 現在BBC 也很喜歡打個灰勢 就是那種顏色 OK 就是當年 沒有建房子 路 又是沙塵 這樣 完成了很多建築物 很多土的顏色 掩蓋在那裡 那種人像好心 還有沒有歌樓大廈 沒有歌樓大廈 我認得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我在北京做事 一眼就忘了 不會有很高的樓 我記得那時候 我最早在北京做生意 我在中關村做電腦 那時候 已經不同了 那時候我進去 我們好像 怎樣說 最對於我們電腦界 因為那時候 中關村剛剛開始有電腦 這些東西 我們香港過去 就好像皇帝 你明白嗎 他一樣都請指教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見不到 沒有見過 那時候 我最早是批發一些 我們 那時候沒有叫做 notebook 那時候叫做 prime top 很大部的notebook 可以這樣說 我最記得 那時候我過海關 海關就檢查你 我拿著一部notebook 哇 為甚麼你們 外國的計算機 這麼落後 這麼大部 以為是他們的計算機 你是不是落後到這樣 當時我拿著那部notebook 進去中關村 那些行家來看的時候 哇 簡直是發現新大陸 沒見過 哇 原來現在電腦可以這麼小 那時候 那時候聯想 那些公司很小 那些所謂的電腦 整個鐵盒 那時候 就算你在出機場 很簡陋 很後期的 是嗎 很後期 那要聽你說多些 才行 不是 做甚麼感覺 在北京 你每次那時候住多久 我每次要留下三個月 三個月 那又回香港 回香港 然後可能要出西其他地方 OK 一定北京 上海 主義上海 西安 成都 廣州 這些大殿 因為客戶 就比較多些 就是我們所做的 都是各務院 直屬的那些 下面的公司 好像 中女社 我們當時叫中女 就是現在華僑城 現在華僑城 對 就是今天看樓盤 這個華僑城 就是中女 中女十幾 都是我們很大的 那當時 為什麼決定選加拿大移民呢 主要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因為小孩子大 小孩子 主要就是 我就想 跟國內的官員 可以談過解 有沒有辦法 可以讀書 小朋友讀書 而是拿到學歷 拿到學歷 因為我們 香港人都是外國人 都是外國人的看法 變得很難在那裏讀書 嗯 很難在內地讀書 你那時候想過 那些子女在大陸讀書嗎 讀書 那你的師父很前衛 我完全是相信國內的 沒有問題 有一點就是 我們中國人讀書 都是很厲害的 是 很用心 問題就是 我小孩子 如果放在那裏讀書 他不給他學歷 就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剛剛好 我有親戚 在大陸讀書 打個招呼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 都是因為教育 其實到今天 都是因為子女教育 因為學歷很重要 回來找吃 打工 都是很重要的 對香港的英式教育 不是很喜歡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都知道 一眨眼就三十幾年了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小孩子大了 在那邊又落地山根 為何又突然想起 回來大灣區呢 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一直都想回來 一直都想回來 就是一個責任在這裏 起碼小朋友 大了先 入了他們的 即他步入之後 其他那些我就可以放 不過你又特別一點 你作為一個華僑 但你以前在北京做生意 你是比較了解 已經有了解中國 已經有個底子 就容易一點去決定 聽不懂 當那些人抹黑大陸 或者是要講衰大陸 或者是讚國外 怎樣好的時候 我可以分析到 那個讚是不是 對 有時候讚 或者是悶黑 我們都要分析到 對還是不對 如果有錯就要認 自己知道 是的 所以你最有資格說 這些不可以解釋給人聽 因為有些內幕 因為過去最流行的一句話 當年做事 叫做英雄木曼出露 英雄木曼出露 那時候可能 你那時候已經沒有了 對 已經後了一點 所以 就是說 他們 為何會有這麼多的錢 一個月只有三十幾 四十塊人民幣 為何要生活不同 就是很高級 這就是 你就是要抱他為何要 英雄木曼出露 你一直都想回來 有些是想回來退休 想回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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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你實現了你的夢想 有沒有後悔 沒有決定錯誤 有沒有後悔 有 問回太太 問回老闆 最重要是嗎 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 遲了 遲了 如果不是三年疫情 我們一早 19年前回來 已經是計劃回來的 對 自從林鄭去兆慶那裏 打造大灣區 是 給我們香港人進來置業 我就已經想回來的 因為如果回香港置業 我們能力有限 是 要買回一個小單位住的話 就比較困難些 所以有這個計劃就很開心 下臨四圍看你們的視頻 謝謝你 越看越開心 是 一早就想回來 有時候 很多人都勸我們 你考慮清楚 不要隔山買牛 是 我們就說 好吧 我就先回香港 因為我們離開太久了 所有證件都沒有更新 回香港 我們就搞香港身份證 我們拿著那張很原始的身份證 幾十年 沒有的 沒有的 過關都看來看去 回香港身份證 就搞回鄉證 那時候我們一張紙 回鄉紙 又疫情 那裏又撞慢了 搞到證件 又要等金包 等國內開放 因為疫情 又留在香港一段日子 OK 一路就觀察完 然後就進來看樓 肯定是嗎 其實我們真真正正 就對國內重新認識 重新認識 就是東方衛士拍的 夢想家 夢想什麼 改造家 夢想改造家 就是那些很舊的 裝修過 是 裝修過 就很好看 今年以後 好像第十一年 十二年 就是很長時間 一直都追蹤 一個長壽節目 在想一件事 大陸可以變得這麼好嗎 很重要的一個 是 自己去搜集的資料 嗯 果然真的很多人 從事中修工作的人 是真的不少的 很多 嗯 還有那個水準標準很高 這件事給了自己有 一個很大的改觀 OK OK 那我知道 最終你選了珠海退休 OK 因為我很多客人 最煩惱的地方 就是很多城市 不知道選哪個城市 很多人問我了 真的不容易 我都不容易回答那些客人 因為我 最初介紹 我們看的時候 都是中山那裏 好像是中山那裏 好像是中山那裏 有一個煩字 煩回來 還有一間 不知道 還有一間 很近珠海那裏 我都採訪過 其實我之前採訪華僑 是中山比例比較多 剛剛那時候 有很多華僑都是中山 所以有很多就以為 是否就是 最好是中山 你喜歡穿牛仔褲 那個時代 你真是忠實粉絲 我經常改風格 OK 那為什麼選珠海 珠海呢 因為我個人的認識 珠海是經濟特區 特區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幾個地位是深圳 珠海 夏門三頭 深圳是自己的絕美 珠海從經濟特區來說 市 工作的官員是很高級的 省裏面都是副省 即是說 他的實力和他的計劃 是以市為單位的 就不會變得好像中山那裏 以鎮為單位 這個分差是很大的 有料到 有料到 因為你可以在大陸做事 你會知道大陸的架構和系統 很聰明的想法 因為它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政府是很重視它 主席來這些地方都會多些 大家看看下層書有多少次 我們住在那裏 如果政府注重的話 可能在民生配套 設施 就會做好些 最重要的是 雖然我們現在住 沒有地下鐵 交通 公共 珠海沒有地鐵 稍微差一點 但是 包括不室 環境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舊市長 我們都很熟 以前都經常說 打架 是嗎 我舊市長你都認識的 厲害 有些少少的 有些來往有些營會出人片 在那個時候 就知道它是前面推動 一個是環保 環保 所有有英通那些全部都趕走 珠海就是很在這裏 和珠海四面環海 空氣 景觀都不錯 不過 問題是 樓價和以前 都已經升了很多 那時候幾千元一平 那時候 如果你說認識市長 那時候幾次 我想兩千多次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買 是的 有錢都未必可以怎麼買 是的 我連外國人 是的 那時候我們開公司都開不了 開公司開不了 買樓都不行 買樓都不行 是的 你又說得對 那你選豬海時 太太 贊不贊成 有沒有打架 沒有 都喜歡豬海 我喜歡的 那現在你住了 我就知道你住那裏 就是對著黃陽河 也是我 我是你對面 我是時代水岸 我都是因為黃陽河 還有那個濕地公園 我真的很喜歡 買樓看的時候 就說漂亮 那你現在住了兩年了 滿不滿意 滿意 雖然說天天在這裡行 不會悶的 李先生 你覺得當時買樓的過程 找到我們幫忙 過程裡有什麼感受 首先 有華僑部出來了 華僑部 很感激 是 等到警場 什麼時候出第一 第二輯 第三輯 就是追來看的 咦 我們的心機值得 當然 因為要整天要更新 我們的 每一個人的 證件的問題 嗯 錢銀的問題 嗯 這兩樣是最大的問題 錢銀 匯款 是 還有他們的證件 證件 證件 就是說不查錢的時候 我怎麼去買 嗯 我很想買 但是人又不在香港 香港又沒有銀行戶口 我全部都沒有的 嗯 又沒有人簽過 但我是香港人 哦 所以我看到你很開心 就是你是我們的成功案例 成功案例 我當時和阿珍來開會的時候 真的 我拍摸 不行 因為華僑過來買樓 跟香港人買樓 是完全不同的 你不可以將它歸類去香港人買樓的服務 不行的 因為你又不可以把那個波給你 我在外國 有錢 但是你的錢 出不了 是的 所以當時我就是拍摸 我不行 我一定要成立一個專門的部門去做這件事 所以呢 他們差不多是晚上上班 因為你有時差 他們常常紅貓眼 哈哈哈哈 是啊 這是起碼第一件事 你不可以別人睡覺 你和他打電話 當然別人日後 我們晚上都沒有辦法 另外你剛才說得對 我特意把那個匯款 特意在銀行的匯款 使得你們在那邊匯錢過來 我說 因為華僑又要來香港 香港又要去大陸 其實就是很多程序 大家又不熟 最主要是 你那邊有很多華協 其實都很信任我們 甚至有時整個樓盤 進來我公司 哇 不是吧 我都很大壓力 真的很多謝 大家很信任我們 因為有時候 那些錢 比如有些香港沒有口 他又要撥些錢過來買樓 那他進去誰呢 博士信你 進入你公司 進入我私人戶口 有些說進入我私人戶口 哈哈 我們在海外 比如說在加拿大舉例 我們是用一間最大的大陸 那個錢 我要匯給我自己 就是很簡單的 香港 那個錢我要匯給 因為我沒有 香港沒有戶口 沒有戶口 但是是 錢要匯出來 比第三者 非常麻煩 是的 是的 我們說現在 我們不是有個華僑客 買了很多物業 是的 最最後 他那邊 在他那邊 有很多錢 但是 原來匯錢過來 是好 像你所說 你換去都是三房戶口 或者換那個銀碼 大 政府就 響了警號 政府有警號和銀行 都很害怕 哈哈 還要年紀大 哈哈 但anyway 這些我真的要專業人士去做 現在他們就熟了 Janny他們 我們很多 我們現在華記這邊 我們再熟一點 還有你們算好了 加拿大 美國這些 有些是南非 前天賣兩間樓的 哪裡 千里達 千里達 那些還是難度高的 他要將他的貨幣 是換成美金 還要不會 那些銀行 不會大量美金 是要申請的 是 要申請慢慢 將他的貨幣換成美金 才再走 不過現在好很多 現在進來 其實初初 我們經常 華記部有很多困難 因為為什麼 其實以前 華記 華記不是每個城市都買到樓 又做不到案件 等等很多手續 辦證件 以前都沒有那麼方便 現在什麼都行 居住證都拿了 是嗎 是 都拿了 以前 這個我有些功勞 我經常都代表華僑 向內地的政府 我有打報告 因為政府很多部門 有時都找我們 問你們的客戶 會有些什麼 需要 我們政府支持 或者幫助 我們經常打報告 譬如我們會打一些 香港人的需要 我們都專門打華僑的需要 因為有某些國家 現在還有很多問題 例如我們現在都去旅遊簽證 有些都想著長住 你只是旅遊簽證不行 我們都會用反應 你都可以向我說多些 我都可以幫大家 反應一下 希望大家過來 就是 居住證 因為 要申請醫療保險 等於醫療保險 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真的 因為 我就抓住 不放的 一定不止一集的 因為 有一個最重要的 最有經驗的 就是 醫保 不如下一集 下一集 我抓住 要講講醫保 醫保完全有誠 我應該拍了很多片 教大家如何拿醫保 拿居住證 但這位 簡直是全體驗了 用過好不好用 現在賣關子 好不好用 下一集告訴大家 下一集見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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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